欢迎收看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中山里里长盘卫智 在中山公园内打造一处求婚胜地 营造浪漫气氛 大风国小烧帮队与日本烧帮队进行交流赛 希望能够借此增加经验与实力 毗临茶器农荣获冬茶比赛 与全国制茶竞赛双料冠军 旭公所特别颁发奖金鼓励 新店文史馆碧檀创生故事馆年度特展开展 除了有图文并茂的展示 还结合了AR体验互动 今天的萍临之美我来报 要由萍临区长辈蔡文子来播报新闻 新店中山里内的中山公园 在里长潘威智的创意发想下 打造了一处浪漫的爱情花园求婚胜地 以白色而卵时围成大大的爱心 还有大大的钻戒 以及新娘草登柱 希望借此营造浪漫气氛 让情侣家人亲自来到公园 都能够让感情加温 在绿意盎然的公园内 竟然出现了爱情浪漫景点 用白色而卵时围出大大的爱心 还有大大钻戒搭配着乐福的字样 充满罗曼蒂克的氛围 这是新店区中山公园内的新亮点 中山里里长潘威智 经常在这个公园内发挥各种巧思 这次则是在公园入口处旁的地方 发现了一棵俗称新娘草的蚊竹 灵机一动开始打造这处别出心裁的求婚胜地 整理这一区的时候 发现了一棵新娘草也就是蚊竹 人都想说这个新娘草这个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变成一个 跟结婚有关系的地方 那后来就刚好捡到一个 我们李明丢弃的一个灯柱 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 然后就加了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烛光灯 那后来整个构想才想出来 那怎么样后来去设计 它变成一个求婚胜地这样的 里长潘威智擅长利用环保概念 让许多本来废弃不用的物品 重新获得生命 像是新娘草攀附的灯柱 结合太阳能板 现在变成了爱情花园内的艺术装置 而情侣来到这里除了甜蜜拍照 还能够在白色耳软石上 留下爱的誓言 现在有那个爱情的锁头 那我们想说我们铺这个白色耳软石 我们就希望说 你们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留下你们的爱情证据 潘威智表示 位于中山公园内的爱情花园 求婚胜地 未来还将陆续新增周边设置 像是一旁会种植神秘果 象征爱情要长久 就需要细心呵护才能结出果实 并且永保新鲜 你吃了这个果实之后 你两个小时你的味觉都是甜的 不然是吃柠檬 吃什么都会变成甜的 其实这个就跟爱情很像的 就是爱情是很短暂的 如果说你要维持这个甜度 你要去常常补充这个爱情 才有办法 另外还有以告示牌后方 做出爱神翅膀和云朵 以及维行教堂造景等等 这些都在里长盘威制的构想当中 希望能够把公园 营造出浪漫的气氛 让公园除了休闲游气 也能够成为情侣 家人 亲子等等 让彼此感情加温的好去处 记者杨邦友 超方琪 新电采访报道 大风国小哨棒队 日前与日本哨棒队 在清晰棒球场 进行国际交流赛 大风哨棒队 特别表演战舞开场 为所有选手鼓舞士气 大风哨棒队期盼 就这次的比赛 可以累积经验 增进球机 大风国小哨棒队 日前与日本哨棒队 在清晰棒球场进行国际交流赛 日本哨棒队这次共有 JBS选拔 与OJBS两支队伍 共32位选手前来 虽然语言不相通 两国选手间却没有丝毫隔阂 正式比赛前 一起齐聚球场上 展开暖身练习 台湾对于学习棒球的方向 其实每间学校都不太一样 可能有些比较偏日式 有些偏美式 但是在我的教学当中 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 朝向哪一个方向 我希望是能够两个方向 两个文化不同 我们去融合一下 然后找出最属于我们台湾 的一个棒球的模式 让小朋友能够学习到 更多的东西 大风国小刷棒队 也特地带来了 士气高昂的战舞 为这场国际交流赛开场 一直以来都相当关心 地方体育运动发展的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 也来到现场 替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且为交流赛 进行开球仪式 透过这样的交流 我们大风的棒球队 它可以增加更多的 毕竟他们还不是 国家代表队 但是因为交流越多了 这个选手的经验 也增加了 我相信以后 他们会打得更好 大风国小刷棒队教练 孟廖灿东表示 大风国小刷棒队 成军到现在 只有短短四年多时间 选手们比赛经验 稍显不足 因此透过与日本的交流 相信一定可以让球队 累积更多的经验 提升技术 更加茁壮 日本对棒球 他们是非常扎实 也非常严格 那技术水平一直在我们的前面 也是我们一直追逐的目标 所以能够多跟他们学习的话 我相信可以跟上他们脚步 能拉近那个差距 校长其实也一直蛮期许说 让我们棒球队的小朋友 之前已经有韩国来有交流 那这次有来日本 那期许我们暑假的时候 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回去日本 过去跟对方学校再做更深一步的交流 那让小朋友其实不只在学棒球 其实他的国际教育的眼界 也才能更打开 孟廖参东教练强调 其实在这次的交流赛中 输赢不是重点 期盼孩子们可以从过程中 学习到日本选手的球技 精进自己的实力 为大风少棒队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记者杨帮友张文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平林区茶青龙 今年荣获了东茶比赛特等奖 与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平林区公所特别颁发奖金表扬 鼓舞年轻一代的茶农 传承在地茶产业 用心做好茶 今年的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特等奖得主出乎意料 是由平林区青龙郑佑生夺得 郑佑生年仅32岁 是家中第三代 2014年返乡跟着父亲学智茶 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 就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我听到得奖的时候 我是有点不可自信 因为我觉得 怎么可能会是我才刚回来 我觉得就是有点吓到了这样 对那是真的蛮开心的 就是回去之后跟我爸妈讲 他们有点不可思议 郑佑生说 这次能够荣获特等奖 跟他选用的茶青有很大的关系 要做出好茶 首先要从茶园管理着手 好茶的话 我觉得第一关键的地方 是在茶青的条件 就是茶园管理这部分 我觉得是 我回来之后 在我们家这边做比较大的突破这样 对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炒好的话 代表你的原料要好 那你的质自然 自然而然就比别人好这样 郑佑生优异的表现 也获得平林区公所颁发奖金鼓励 平林区长石敏惠表示 今年平林区勇夺双料冠军 除了郑佑生 汪志源则是拿下了全国部分发酵茶 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两位都是年轻一代的茶农 相当不容易 他们都是76年次 77年次的一个年轻人 那他们的制茶技术呢 也备受肯定 那平林有一个特色 我们是采取一条龙的 所以我们茶园的品质管理 特别的好 那除了茶园的管理 采茶 制茶 都落实了健康效率 及永续的一个经营 平林区公所表示 得奖是对茶农技术的肯定 也期盼大家继续努力 穿成平林的茶产业 用心做好茶 记者陈平正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 新店文史馆即日起 展出碧坛创生故事展 年度特展 正是由地方文史志工 以碧坛为主角 实际走访 找出20个文化资产研究点 透过图文并茂的展板介绍 并且结合AR互动 希望让民众 更进一步的认识新店碧坛 新店文史馆日前 举办碧坛创生故事馆 年度特展开幕典礼 邀集了多位地方里长 及志工们出席参加 负责策划的 新北市文史学会总干事 夏胜离表示 这次的特展 是以地方创生为出发点 以碧坛为主角 透过访查找出周边 20个文化资产研究点 希望能够借有历史文史资料 与现况分析 找出再造地方荣景的价值 增长在新店的这些年轻朋友 都能够回来尽奋力 所以我们就以碧坛周遭 我们说我们碧坛 从以分时代就被大家所重视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希望是说 它更能够活络起来 在碧坛创生故事馆的特展中 可以看见图文变貌的静态展示 这里头有文史之宫实地踏查访问的景点 包括了和美煤矿 新店开天宫 新店国小教职员宿舍 大瓶林寸饮水石枪等等 要让民众透过这些勘察资料 认识碧坛不止有吊桥 还有许多值得走访的景点 在夏老师的规划下 还有28个志工老师的努力下 将碧坛周边的22个文化景点 透过当地居民的讽谈 还有将它过去的传统的 有趣的故事 把它结合起来 再融入这些志工老师 他们的创意 然后将他们未来的发展性 做个初步的规划 那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将 碧坛的观光产业 然后重新再振兴起来 另外这次的特展 还结合了AR运用与民众互动 只要在新店文史馆 年度特展的专区内 扫描AR图像 点击观赏影片之后 并且填写线上问卷 就有机会参加智慧型手机 等多项豪礼抽奖活动 碧坛创生故事馆年度特展 将展出到109年的11月底 欢迎民众一起来认识 更多的避坛故事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 《平地之美我来报》单元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平地之美我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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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地方人关心地方市 大兴电地方新闻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 在地视频道首播 您还可以在大兴电官网 脸书粉丝团 还有YouTube影音平台收看哦 扫描QR Code 立即收看大兴电地方新闻 今天的平林之美 我来报邀请到了平林区的长辈 蔡文子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平林区公所在保平庚 平林区公所特别在保平庚前广场 举办就是爱查去宣传活动 现场涌进相当多游客 人潮满满满 主办单位也安排许多平民当地社团到场演出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由平均年龄80岁长者 所组成的飞踪舞团 阿公阿嬷穿着芭蕾舞服装 跳着轻快的流行歌曲 可爱的模样赢得台下民众热烈掌声 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都五魂上升 冲上台与长辈们一同标武器 侯友宜市长表示 平林的包装茶与茶食是全台最棒的 这次的一日游结合商家推出八条旅游路线 更提供许多优惠 让民众可以畅游平林 平林的好茶以及平林从茶业衍生的美食 都是我们全台湾最棒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从8月31号到9月10号 有50家的商店一起提供优惠 来推平林的茶区一日游 让爱好平林的好朋友们 能够到平林来走一走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规划好八条路线 不管是我们南山市看入吃 金瓜辽西来走步道 或是跟来久泽 四岸口走走 都是很棒的一个游行路线 随后侯友仪市长与在地业者 共同签署茶香特约卡 并体验风茶仪式 将30年老茶封存保留下来 继续平林与新北的生态环境 可以永续经营 台湾环境越来越好 今天这个风茶里面 我们特别找了30年的老茶 然后我在上面给他提了一个 全台最美的生态在平林 永续环境在新北 希望我们从生态环境的保护 平林开始 新北不断地努力走下去 那才会让我们台湾的环境 越来越好 而这次活动 现场还提供给游客 限量300张的摩采券 最后也由侯友仪市长抽出压轴大奖50寸液金电视 将活动带上最高潮 平林区公所期盼 就这次的轻旅行活动 可以向全国民众宣传平林茶香的优质观光景点 让大家看见平林丰富的样貌 记者声评赞本期 平林采宝报导 接下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看电视搭配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轻松带回家 申办一句高速上网每月只要999元 再想升级A1 Bus 与机上和买Video豪华月租免费看两年 MyMusic免费三个月 加智慧灯泡 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成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民众将注册成为会员后 即可依个人意愿 帮助或支持不同的弱势服务方案 相请请洽新北市社会局 新建区平广西自平广桥起至 平广路一二段交界处之小桥址及其支流 108年4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禁止以任何方式裁补水产冬植物 违反规定者依渔业法第65条第六款规定 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新北灾讯一点通提供民众停班停课 停水停电 灾时交通 风桥风路 环境医疗 活动异动等六项灾害及时讯息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查询 流感疫苗开打11月15号起为国小至高中职学生及医事人员 12月8日起为65岁以上及满6个月学龄前幼儿 109年1月1日起为其他公费施打对象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脸书粉丝团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